好的,袁林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雅加达中区的老巴沙火车站 我今天大约是在6点40分抵达这座火车站 也许大家也能看到在我右手方向的现场情况 目前显得在这座火车站从早上开始已经有许多乘客挤满了这座火车站 虽然如此并不造成任何的人群聚集的现象 除此之外呢,我目前也能感受到浓厚的开载假期的气氛 除此之外呢,我刚才也是采访了5名乘客 原来从5名乘客当中还有3名乘客今天才选择返乡 理由是有各种原因 其中包括有的是在他们工作单位才允许他们今天返乡 另外有的是因为他们在上个星期买不到火车票 那么他们将返乡到爪哇岛的各个地区 其中包括中爪哇省的 北加隆安、日热特区以及东爪哇省的四水市 除此之外呢,从5名当中的另外2名乘客 他们今天已经返乡结束了 每个人平均花了10天左右的时间来进行返乡 那么今天早上5点40分我也获得了来自印尼火车有限公司 亚加达及周边地区的公共关系负责人FR的统计数据 FR表示从昨天开始也就是4月24号抵达的乘客有所提升 就是比普通的日期提高了甚至两倍 那么就像在亚加达中区老巴沙火车站 今天大约将会有16200名乘客抵达 而在甘比尔火车站有大约16000名乘客抵达 而剩下的数据他们分部分散在亚加达的 加蒂纳嘎拉、乌加西火车站 以及吉喀达及亚加达市内的火车站 除此之外呢 印尼火车有限公司也是呼吁大城火车的民众 一定要注意安全以及看好他们的携带物品 除此之外刚才提到的数据是抵达的乘客 那么出发的乘客仍然还是很多的 大概是占了80% 那么今天在亚加达老巴沙火车站 大概是有超过16000名乘客出发 除此之外随着火车站内的出发 以及抵达的乘客有所提升 那么车站内的自由工作人员 指的是协助乘客携带他们的行李 以及物品的收入也有所提升 我刚才也是采访了一名自由工作人员的收入 他们表示在开载节的前后三天 他们的收入有提升了50%以及到80% 以上是我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情况 回到演播室 袁玲 好的 谢谢苏珍给我们做的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